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五 您现在收看的是今日华尔街 我是蒋洋洋在纽约为您播报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2号到4号访华 继续贸易磋商 美国总统川普将放宽银行监管规定的法案 签署成为法律 欧洲新隐司法周五生效 大小企业慌张应对 恐慌继续 易得十年期国债息差 突破200几点 破高盛警戒线 扎克伯格表示 建立Facebook的最高法院 中国约谈芯片商美光 你严控DRAM价格不涨 专利战缠送七年定案 三星判赔苹果5.39亿美元 网飞超越迪士尼 登顶全球市值最高的媒体公司 反击媒体负评 特斯拉执行长 自创新闻评论网 今天的华尔街焦点 我们将关注 华尔街日报记者眼中的阿里巴巴 最后是华尔街电视团队制作的 华尔街电视杂志 学学台山老乡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长粉 好的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首先关注全球财经资讯 进入财经热化 美国放中芯一马的幕后交易 到底有没有 各界一直猜测 川普也始终和不停给他施加压力的 国会捉迷藏 周五 川普政府正式告知国会议员 他已经就让中芯恢复运作 达成协议 在该协议下 中芯公司将需要支付巨额罚款 聘请美国合规职员 同时调整管理层团队 纽约时报报道称 这一大纲似乎与川普此前说过 帮助中芯重返商界的一些步骤相符 重启中芯通讯的协议 可能有助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 在本周早些时候 川普总统说 他遇见了一项超过10亿美元的巨额交易 并有新管理 新的董事会 以及非常非常严格的安全规则 同时 川普还说 他希望中芯能承诺 从美国公司购买他们的大部分零件和设备 法新社与路透社今天均援引新华社报道称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应约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电话 两人通话细节虽未公布 但双方确认 罗斯将于6月2日至4日率团访华 并将继续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 同时 这也是美国代表团 就中美经贸问题的第二次访华 在中国官媒宣布 罗斯此次访华之旅时 路透社说 中美这两个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还在持续地 就贸易问题互相发出威胁和做出让步 外界注意到 中国在上周二宣布 自7月起将乘用车关税 从25%下调到15% 此次减税被认为是中美进行更大的贸易谈判期间 安抚川普的举措 据透露 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交易 以解除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的制裁 但在周三 川普新宣布的举措再次加剧紧张局势 他只是罗斯着手对进口汽车发起一项调查 此举引起了广泛谴责 而罗斯参加了今年5月的 而罗斯参加了今年5月初访问北京的美国贸易代表团 5月3号到4号 美国财长姆努钦曾率领的美方经济团队访华 与刘鹤就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交换意见 随后 刘鹤率领中方经贸团于5月15到19日访问华盛顿 与姆努钦率领的美方经济团队继续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 19日磋商结束后 刘鹤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 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就是双方达成共识 不打贸易战 并且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另外在上周末 中美两国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称 双方同意 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 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 双方并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 另外双方也将继续加强相互投资和深化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 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将一项法案签署成为法律 自2007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放松对多数银行的监管 该法案放松了除最大型银行外的美国所有银行的监管 标志着川普放松监管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努力取得重大胜利 该法案放松了对所有资产规模低于2500亿美元的银行的监管 并免除了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 对小型社区银行的一系列更严格规定和监管限制 川普在签署法案时称 我今天签署的法案将削弱压制小型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案 尽管新法案放松了对多家美国银行的监管 但并未取消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很多规定 该法案的大部分核心条款依然存在 新法案主要目的是帮助规模较小的社区银行 但保留了对华尔街大型银行比较严格的监管规定 通过放松银行监管规定的法案后 美国国会可能考虑另外一组旨在放松证券法规 降低企业融资难度的法案 但是经过银行业法案艰难的通过历程后 不清楚温和的参议院民主党 是否有足够的兴趣推动此类法案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欧洲新隐私法周五生效 大小企业慌张应对 随着欧洲新隐私保护法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周五开始生效 外界关注的焦点也集中在Facebook Alphabet旗下谷歌等科技巨头 如何应对的问题上 但实际上 新法的影响要广泛的多 按照GDPR规定 无论是万事达卡和安联保险公司 这样的跨国企业 还是小型制造商 甚至是餐馆 成千上万家公司都必须改变收集 和处理欧洲个人信息的方式 即便这些公司在欧洲并没有实体存在 隐私法律师和咨询顾问称 很多企业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为了赶在周五新法生效前做好准备 有些企业已经为此花了数百万美元 GDPR创建或强化了企业的许多义务 比如将他们收集信息的规模最小化 新法赋予个人新的或更大的权利 包括在许多情况下查看 更正或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 企业有责任展示他们遵守了上述规定 否则可能就会被处罚 罚金或高达其全球收入的4% 或者是2000万欧元 在这两者中去较高的一个 监管机构对未及时合规的行为 不太可能心思手软 因为2016年通过的此项法规 已经延迟了两年实施 给企业留足了时间准备 一项对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 60%到85%的受访公司 认为他们在周五之前 难以实现完全合规 咨询公司Kapki Mini 在今年3月和4月 对1000家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只有半数受访企业 表述他们基本合规 Kapki Mini的GDPR合规实践负责人 William De Paip表示 此类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巨大项目程序 有时需要数年才能完成 那些表示 将赶在最后期限之前 完成合规工作的企业 很多都投入了大量财力 来完成这一任务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安联表示 该公司为符合GDPR规定 已经耗资数千万欧元 包括集合旗下80家子公司的 数百名隐私专家来做出调整 例如修改在线保险程序 以避免要求客户提供投保人职业等 保险报价不需要的信息 安联集团首席隐私长 Philip Rader表示 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 总部位于伦敦 拥有90名雇员的 视频游戏公司Bosa Studios表示 该公司为此支付了 数万美元咨询费 最终咨询机构的结论是 该公司符合GDPR的规定 无需进行任何调整 因为该公司仅保存了简单的数据 该公司首席执行长 Henrik Olivers表示 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问题 即便是咨询人员也在试图弄明白这些规定 新规中一个颇为苛刻的要求是 企业必须列出所有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 法国酒店集团亚高 之后对这张图表进行随时更新 以备监管机构的审计 该公司未透露聘请该机构的费用 亚高负责数据保护的Thomas Elm表示 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柯文顿柏林律师事务所的布鲁塞尔合伙人 数据保护专家Henrik Telmans表示 由于工作量巨大 企业难以达成新规要求的具体目标 包括信息处理活动的记录 转让协议 通知以及网站等 还包括更加概念化的处理方式 因为这与企业迄今为止的业务模式不太一样 纽约在线广告代理公司AppNexus 首席执行长Ryan O'Kelly表示 由于GDPR的实施 该公司不得不与欧洲销售商和客户 以及那些在欧洲经营业务的美国公司 重新签订合同 AppNexus约30%的业务都在欧洲 O'Kelly表示 我们正遭遇全球史上最严重的法律僵局之一 我最担心的是这种情况不能在10天之内解决 预定和客户信息服务平台 Seven Rooms联合创始人Kernesh Pato称 就连美国的餐馆也担心GDPR合规问题 因为他们收集和保留赴美旅行 并预定餐饮的欧盟居民性相关信息 他还说 较大的餐饮连锁店一段时间来一直为GDPR合规做准备工作 但这一新规令较小的餐馆感到意外 Pato说 餐馆不是科技企业 但如今却被要求像科技企业一样管理其数据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 恐慌继续 易德十年期国债息差突破200基点 破高盛警戒线 今天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创下四年新高 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扬 一度升破2.5% 创一年多以来新高 易德十年期国债息差一度扩大至215个基点 创2014年以来最大息差 两年期意大利国债收益率一度大涨39个基点 涨至0.67% 创三年多以来新高 有望路德五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体现市场预期意大利风险的两年期益债 和同期德债息差扩大到129个基点 为2013年以来最大息差 不到一个月内增获了将近100个基点 最近一轮意大利债券价格下跌 源自这一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 向首个民粹主义政府迈进 5月23日随着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对组阁两党提出的总理人选 法学教授Gissett Conti亮出绿灯 该国国债也一路遭到抛售 受益率持续走高 Conti已经确定内阁人选名单 将递交总统马塔雷拉等待批准 Conti称 预计本周五提出内阁名单 本周末宣誓就职 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目前最大的分歧是财长人选 随着炮售的继续 10年期意大利国债与同期德国国债 息差也超过了200个基点 目前 意大利对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 扩大至215个基点 创2014年以来最大 突破了高盛昨日设立的警戒线 昨日高盛提出了一个明确界定 最坏情况传染的门槛 也就是要密切关注外溢效应 从意大利国债向德国国债的传播 特别是当息差超过200个基点时 如果超过200个基点 那么系统性的溢出到欧元区资产 及其他资产的可能性或将增加 到目前为止 意大利的主权风险大部分停留在本国 事实上 10年期德国国债未能跌破50个基点 而西班牙债券已经从低点上涨了10个基点 这符合我们对意大利 不会成为系统性事件的长期预期 也就是 如果10年期利差高于200个基点 对其他欧元区主权国家的溢出效应 可能会加剧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花钱银行分析师的观点称 意大利是全球主要风险 我们预计随着长期投资者的退出 意大利政府债券会被抛售 如果意大利政府挑战德国的主导权 当前的动荡就会变成真正的危机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扎克伯格公布下个项目 就是建立Facebook的最高法院 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周四参加了巴黎的Viva Tech大会 他在会议上谈到了近期数据泄露丑闻给Facebook带来的变化 但并未讨论丑闻本身 此外他还公布了下一个重大个人项目的计划 以往扎克伯格的个人项目包括学习中文 为自己的家开发人工智能管家 以及前往美国各地与各种人见面 而接下来的计划则是关于Facebook的治理 他表示 最终我想要的东西有些类似我们自己最高法院 这个机构可能并不是由受雇于Facebook的人组成 但对于我们希望在社区中推行的政策和原则有充分理解 这意味着如果用户的内容被Facebook下线 而他们对此感到强烈不满 那么可以通过上诉流程来解决 扎克伯格表示 他也希望根据全球各地人们提供的信息 制定一套内容原则 他将咨询专家尝试拿出更加以社区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今年4月扎克伯格在接受Vox采访时 首次提出了关于最高法院的设想 本周他再次提到这个概念可能意味着 未来几个月他可能会反复讨论这个问题 中心制裁案尚未落幕 24号就惊传美国芯片大厂美光 遭到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约谈 一般市场预期DRAM的价格可能会因此受到抑制 根据Trendforce的报导 这一次美光之所以遭到中国约谈 外界推测可能是因为美光标准型记忆体 已经连续好几季价格上扬 使得中国厂商不负成本负荷 再加上日前美光曾经干预设备商供货给进华集成 被中国认为是妨碍公平竞争行为 外界认为美光最有可能因为反托拉斯法中的限制销售产品数量 而被中国调查 而这种反垄断调查可能还会再次发生 这也可能会抑制DRAM的价格上涨 数据显示 2018年第一季 三星SK海力士与美光 在DRAM产业囊刮了大概96%的市占率 这也反映出DRAM市场目前与其他半导体原件市场的寡头垄断 事实上除了美光之外 记忆体龙头厂商三星 今年初也曾经被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约谈 虽然目前没有市政指出这两者事件有何关联 但从这两起案例也可以看出 中国对于DRAM价格高涨的重视度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报道 设加拿大国家安全中资打收购被阻止 加拿大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 阻止一家中国国有公司 以10亿美元约合6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收购一家建筑公司 尽管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资金越来越持怀疑态度 但对于迄今为止 基本上欢迎这类交易的加拿大政府而言 这是一个罕见的举动 据纽约时报报道 总理贾斯丁特鲁多的政府周三晚些时候表示 基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的一项审查 该政府阻止了收购爱康建筑集团的交易 这家公司曾在多伦多参与建造标志型的CN大楼 加拿大反对党对交易表示担忧 认为爱康能够获得政府合同 尤其在核电行业 而这家中国公司与中国政府有关系 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财富和获取技术 它们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 欧美各国的政府已经开始介入 理由通常是国家安全 这些公司在美国面临着最大的考验 该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了一系列交易 这个委员会是一个联邦机构 负责审查外资实体收购美国公司的交易 川普和奥巴马政府 对中国在一些领域投资美国公司表示担忧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 希望在这些领域成为领跑者 比如人工智能 华盛顿官员阻挠了一系列的中国交易 包括9月由一家中国支持的投资者收购 莱迪斯半导体的交易 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是一家公开上市公司 中国政府是该公司的多数股权持有者 该公司的海外子公司CCCI 于去年10月对爱康发起收购 爱康表示这笔交易将有助于该公司向海外扩张 但是到了今年2月 加拿大政府表示希望根据加拿大国家安全投资审查法 审查这项交易 在加拿大任何涉及价值超过3.98亿加元 约合20亿人民币的国有公司的交易 如果被政府认为可能损害国家安全 都可能受到审查 周三政府表示 他基于调查结果 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阻止了这项交易 但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 加拿大政府没有给出关于决定的细节 但分析人士称 这笔交易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是爱康与坎杜反应堆的合同 后者使用核能发电 今年早些时候 加拿大保守党呼吁对该交易进行审查 并对爱康与军方和核工业的合同表示担忧 议员们还提到了对中交在孟加拉国的一个分支 公司贿赂指控 今年1月孟加拉国财政部长表示 由于有人指控公司仕途贿赂一名官员 孟加拉国已将中交的分支中港工程公司列入黑名单 但这家公司也在其他国家引起了争议 中交一直在参与中国在中国南海建造人工岛的计划 该计划已经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日益紧张的根源 中交还曾在菲律宾发生操纵投标丑闻 遭世界银行禁标8年 苹果公司与三星电子打了7年的专利战终于落幕 昨天法院判决文件出炉 三星需赔偿苹果5.39亿美元 苹果在2011年时提起诉讼 控告三星抄袭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 三星在2012年时便被判定虚负法律责任 但赔偿金额乔不拢 双方一路告上美国最高法院 直到今年5月18日才有最终判决 金额为5.39亿美元 决议出炉之后 苹果高呼 乐见陪审团同意 三星应该为模仿而付出代价 三星则强调决议违背最高法院裁定 将保留所有反对权 苹果发声明表示 本公司深信设计的价值 团队努力创造令客户满意的新商品 此案重要的不是金钱 而三星尚未表示是否再度上诉 但声明中提到公司将考虑所有选项 寻求不会妨碍所有企业与消费者的创造力 及公平竞争的结果 加州盛和西联邦法院陪审团在此次审判中 仅就赔偿金额做判决 因为三星侵权的部分已经成立 三星侵犯苹果三项设计专利 包含黑色荧幕面板 弧形边缘和外框 彩色的应用软体图示 以及弹回画面和点选放大两项功能专利 此案的争议在于两家公司对侵权认知的不同 三星认为仅需针对侵权部分支付赔偿金额 而苹果则认为三星应就专利侵权补偿所有的商业损失 美国影视串流公司网飞 自2002年上市之后股价狂飙 24日市值达到1530亿美元 超越竞争对手迪士尼 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媒体公司 网飞去年股价上涨80% 涨幅超越任何S&P500的公司 至于迪士尼股价则下滑5% 全球两大媒体公司的销涨反映出娱乐界的重大改变 消费者越来越偏好网络串流服务 甚过看电影和电视的传统方式 网飞现在有1.25亿的付费订阅户 目前也推出许多系列的原创节目 周一时更宣布与美国前总统欧巴马签约合作 更凸显出网飞积极网罗人才 制作原创内容的决心 而迪士尼旗下则有漫威 皮克斯动画和星际大战系列 迪士尼目前也积极开创自家串流服务 与网飞展开竞争 上个月迪士尼推出ESPN Plus 这是迪士尼第一个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服务 提供1万个独家即时的运动赛事 用户可以透过订阅的方式使用 未来也将推出迪士尼品牌的串流媒体 而且去年迪士尼收购21世纪福斯之后 也预告终止与网飞的线上发行合约 从明年开始 迪士尼不让网飞播放自家电影 特斯拉最近很不顺 接连发生连续车祸 Model 3延迟出货 高阶主管离职 让媒体接连不断的报道 也危及了这一家汽车制造大厂的形象 不满媒体夸大对特斯拉的负面报道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推特宣布 将成立一家叫做Pravta的新闻评论网站 让读者们自行评价新闻的真实性 与记者编辑的可信度 Pravta这个名字 其实是参考了前苏联跟俄罗斯国家媒体 《真理报》的名称 寓意是真相与事实 马斯克也在推特上给网友投票 让他们表达对创建一个 对媒体可信度评价网站的看法 有88%的网友表示赞同 而有12%的网友表示反对 事实上马斯克对媒体的不满 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根据华尔街建文的报道 马斯克除了在去年指责媒体 对特斯拉进行不实报道之外 更在本月初的特斯拉财报会议上 怒骂质疑无人驾驶技术安全性 和放大其危害性的媒体无耻 并批评相关的报道不负责任 如今马斯克自己跳下海 成立新闻评论网站 也希望能够成功挽回特斯拉的声誉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刘欣整理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维仁 中国的商业市场 无疑是全球成长最快 也改变最大的一个商业市场 许多已经成熟的商业市场往里面看 实在是难以想象 也无法了解许多中国的商业模式 阿里巴巴是如何在这样子 瞬息万变的商业市场中 稳居龙头宝座呢 华尔街日报记者 Lisa Lin带我们了解 中国的科技和经贸变化很大 报道这个市场是不是很难让人跟上脚步呢 当我2010年来到中国的时候 正是中国汽车产业开始起飞 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整个市场热到不行 现在当然逐渐退销了 不过就像是看着历史在你眼前写下一样 阿里巴巴则是我报道的主线之一 中国的消费模式很多都已经转移到手机跟网路上了 在这个当中 阿里巴巴它是一个多大的推手呢 实体店面的确在网路经济的崛起后 受到很大的冲击 尤其是阿里巴巴带来的影响 所以现在阿里巴巴致力于帮助这些实体店面的业主 专心衔接上网路店面的趋势 帮助他们提高云印效率 这当中如何数位化利用科技来增加流动是重点之一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手机付款 就可以追踪你的顾客消费习惯 仓库存货 了解顾客族群背景 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让你得到无数的资讯 而新零售远广于手机付款 而是改革整个消费流程 阿里巴巴要帮你管理物流 如果你的库存少了什么 向阿里巴巴订购它们 会运送给你 整个消费的过程都能够被数字化 提高实体店面的效率 为什么中国的市场跟其他市场那么的不一样呢 零售市场在中国各区差异很大 这跟其他国家也很不相同 举例来说 中国最大的零售业主要内容为连锁超市 饮料餐厅 德州的Walmart跟加州的Walmart比起来差异不会很大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美国的消费者习惯 不论在哪个区域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中国则是完全不一样 依据你的地点 你的消费喜好会完全不同 这也是线下零售业崛起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连锁超市和大型超市通常都是当地的 没有全国性的 消费者习惯的 当然也还有家里附近的小型超市 所以现在对阿里巴巴来说 提供给这些当地的大中小型超市 就是一个升级的机会 新零售是一个不能够被忽视的未来趋势 那阿里巴巴在这个领域做了些什么呢 目前还没有看到真的很成功的零售研究样本 阿里巴巴的荷马超市 是唯一反应十分正面的一个例子 类似这些没有实体店面的商店 目前还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 普及率还是没有那么高 荷马的优势就是中国这些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很高 这也是新零售主要成功的一个因素之一 如果你想想美国就没有这么高的人口密度 就算是大城市也不一定有 所以也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不过现在这些商店的数量还是不多 我认为要成功一定要有足够的成功案例 目前的走向看起来这个还有一段距离 似乎没有办法在实际的市场上存活下来 那有没有市场接受度不加高的研究样本呢 也许我刚刚说的话说得重了一点 其实阿里巴巴许多的新零售研究样本 还是很有机会实现的 我们就说回到荷马好了 它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现代 所有的生鲜都在你的眼前处理 烹调 输果的价位也很 输果的价位也十分的合理 网上系统记录了你所有的消费单品 每个礼拜我买的东西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回溯 省时的再买同样的东西 这听起来是未来的消费趋势 其他的市场是不是也可以复制呢 中国的消费者习惯实在太不一样了 其他市场很难了解 为什么特定消费模式在中国能够成功 举例来说好了 我前几个礼拜在广州 见识了自动车辆贩售机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应该怎么说呢 简单来说 你只要上天猫商城 就可以预定你喜欢的车款 进行三天的试驾 现在只能试驾福特的特定车款 不过如果你有网路余额 就能够免费 或是以十分便宜的价钱试驾 整个过程也都在手机网路上完成 没有任何的人为互动 在手机上预定之后 你来到贩卖机前 让人脸辨识机器确认身份 机器就会缓缓地 把你预定的车辆从停车阁中掉下来 到你面前 有一名员工会简单解释这个条规 之后你就能够把车开走了 哇啊这究竟是虚头 还是一个可行的买车模式呢 我实在是不能了解 究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我也实地看到 许多人为风而至 一个接着一个的领车去试开 两个小时当中 三台房车就有两台被开走 而我也意识到 中国消费者有多么的习惯 在网路上消费 我认识一个人 他要整修家里 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网购 就是这么简单的 透过网路就买满了整家的家具 在不论中国或是美国 买车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因为你总是要不停不停地杀价 这个阿里巴巴推出的模式 的确可以让你轻松地取出一台车 试开个三天 再决定有没有兴趣购买 阿里巴巴最大竞争对手 腾讯 在这个领域 他们有什么样的动作吗 腾讯在零售业中没有阿里巴巴 或是京东的电商背景 游戏和社交软体还是他们的重点 不过他们也明显意识到 自己在电商的短处 同时也了解 不能让阿里巴巴 把零售的大饼整个拿走 他们现在的策略 就是协助有深厚电商 以及零售背景的公司成长 跟阿里巴巴来抗衡 我必须承认 腾讯的一亿人口用户 的确是十分的惊人 也有潜力能在短时间内 翻转电商市场 不过过去一年间 阿里巴巴却是越来越强大 腾讯在后面追的是十分的辛苦 新零售市场还没成熟 但是已经起步了 相信在日后 我们一定会看到 比自动车辆贩卖机 更惊人的商业模式 我是维仁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广东台山人 我们开店到现在 差不多十一个月了 差不多一年了 然后这个店怎么开始 就是大概一年前 就是突然就想 因为广东肠粉 是我们广东人 从小到达 每天都要吃的东西 但是自从我移民到美国之后 我这边就没有吃到一种 就是像我家乡那种味道的肠粉 而且发现我身边 非常多的台山的 一个故乡的人 所以我就想 为什么我不能 把这种东西 从我们家乡 带到这边来 所以就想着 就开一个长粉店 因为我家族以前在台山那边 是以前有做过类似这方面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回国去 找了不少的别的 一些好的商店做对比 然后才去拜师傅 然后去学了两个半月 才学要带回出来这边 这个很奇怪 当时我觉得 肠粉是一种非常清淡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人会不能接受 但是不是这样的 很多外国人一些比较注重健康 特别是一些小孩子 还有老人家 他们就特别喜欢吃 因为他比较健康 容易消化 所以也挺多 挺多人 就是不断的回来 刚开始只趋现 刚开始那时候是广东人比较多 因为很多北方人或者外国人 或者韩国人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这种东西什么 从而他们不去尝试 而后面慢慢的 有人吃过去介绍 慢慢这种介绍 就韩国人 美国人 墨西哥人也挺多的 这些料理全都是在本地 就是从这边本地去进的 一万 街上一些杂费 一万三千多 是非常大的负担 因为我们刚开始只是一半嘛 要慢慢的客流量也多了 所以我们就把别的 另外一半拿下来 所以暂时负担是挺大的 长粉王其实我取这个名字 我一直不是想说我要称王 只是我给自己定目标 我要就是做的 不断的去变好 去慢慢的做的 能就是当得起这个名字 这样给自己一个鼓励了 也不是说一定要称王什么的 所以我们的计划是 我们的计划是 下一个年 可能会在唐人街或者曼哈顿那边 去带给一些更多的国际的旅客 国际的朋友 目前为止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 下一年可能会在唐人街或者曼哈顿那边 去带给一些更多的国际的旅客 可能一些周围的朋友 但是你到曼哈顿就是把它介绍给全世界的朋友 我一直不觉得我是生意人 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说 为什么你做生意 你不是去把每一种材料或者一些什么去削减 去拿自己最大的利益 我是属于我们能用最好的原料 不管我们获多少的成本 我们都要把它做 只能做得更好一点点 我们就不计成本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 想去真正去做一种好东西的人 太多困难 从开店 从想开店登上飞机那一刻起 我们就不断地遇到各种困难 一些机器方面的困难 还有一些因为国内你去学 国内的所有原材料 包括米或者任何一种原材料 在美国这边都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需要每一种材料 都去自己慢慢地研究 慢慢去试 去找一种适合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法拉圣这边是一个 比较能包容各种地方的小吃的地方 所以我当时选择了在法拉圣 首先我们要把它喷上油 油放水 有没有把它抖开 有没有把它抖开 我把它要装大概两分钟 一分半个两分钟 好不好 好有没有 有没有 我还能拥呢 可以 想折迢 这段 可以 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交出一个洞 要把它卷起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双方的双方 双方的双方 就会双方的双方 双方的双方 双方的双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需要去宣傳 但是我覺得中國人比較多 所以選擇在這邊去宣傳這個店 所以才開在這邊 那其實因為你說你17歲就來到了美國 17歲之前說你在中國 那你覺得你比較喜歡中國的生活方式 還是美國的生活方式呢? 我覺得兩個我都挺喜歡的 中國比較沒那麼緊張 而在這邊你就非常多的東西要去負擔 所以你要想很多東西 那你覺得你還適應這些美國的文道? 我挺喜歡也挺適合 就是能適應的 那你覺得有什麼分別呢? 分別很大 這邊生活節奏比較快一點 在我生活以前在中國生活那地方 那個節奏都沒那麼快 ecosystem 上面原來是有什麼錢? 你也會忘記回來 那應該很幾乎 那是沒有什麼事 你會忘記回來 你會忘記回來 他的人知道 那是全部都有很多東西 谢谢观看